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群女都我這樣過 好啦 所以到底是什麼東西 來來來 我們公布一下 我們來大自到耶 息肉 怎麼可能 妳想像 沒有想過息肉跟肥胖有關嗎 我沒有 沒有 很乾淨 有人有曾經有掌過息肉嗎 沒有耶 作者處 你們沒有對不對 可是你這樣講 我有想到說媽媽胖很胖 然後媽媽胖就是後面 會有那個一顆一顆這樣 小小顆 那就是息肉 來來 看一下 老人家比較會長吧 就這樣子啦 對 有看過人家長 有 那這是老人家 還是肥胖的人也會長 對 肥胖的人比較會 因為它的 我們皮膚的一個代謝 從基底層到角質層是 21到28天 然後你如果肥胖了以後 它的代謝率降低了 所以應該要去掉的這些肉呢 它沒有去掉 它的皮沒有去掉 結果就變成了一塊息肉在上面 這就是它形成的原因 所以你如果身上 摸一摸 看一看 是不是有一點凸凸的肉芽的感覺了 對 如果有這種肉芽或息肉的話 你就要小心了 你的新陳代謝已經在減緩了 天啊 所以不見得會胖 但代表說代謝差 對 代謝差了 你代謝差了 你可能你的那個 脂肪就比較不好代謝了 就比較會有可能會肥胖 我還一直都以為是那種 保養品太滋潤 所以長腋肉耶 不一定喔 不是 導致的因素 不會只有一樣 但它有可能是這個邏輯 對 是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你沒看 你在講的時候 我們媽媽一堆都在摸 對啊 導致的 我們很緊張耶 其實我有長幾粒出來了 今年很奇怪喔 那我就覺得 你除了老人家長的那種 對 長腋哥老的 所以我不是肥 我是老化 老化 最主要長了是不是 但是 對 但是我跟你講喔 剛剛黃醫師說的邏輯 我覺得印證到我身上 我是準的 因為這個脂肪出來了 你說現代謝變差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 我現在的我43歲 我在吃東西上面 食量沒有以前大 而且吃的是 小於等於以前的食量 但是我的肚子 它就會比以前 還容易發胖 對 新陳代謝變慢了 會變這樣子 而且這表示說 中醫來講 它跟你的 什麼叫痰 咳嗽的那個痰 它是廣義的 包括你身上的這個脂肪 它也是痰的一種 所以標形 你吃低 吃醉 增口味 排泄出來的東西 讓它不好代謝出去 所以也表示說 你的這個皮膚的表面上的一個 就剛剛黃醫師說的 它的那個 我們說的 顆粒層 或者是說的 表皮皮膚的這方面的代謝 跟中醫的這方面的 這種痰濕的體質是 也是相吻合的 所以標形你 睡了太久 這樣嗎 睡了太少 吃的東西 我也很想要睡到飽了 睡不醒啊 代謝比較變慢了以後 那也表示你某一個程度 在對稱的這個 我們通常會代謝在痰濕的一個是 排毒一個解毒 這個肝的附近 它開始堆了很多的脂肪 所以你一定會有 肚臍周圍的一個肥胖 所以就中廣的身材了 還是游泳圈都套在身上 對啊 真的 難怪我都撐不下去 黃醫師大家有想問一下 那為什麼有的脂肪 好像顏色會有一些變化呢 對 一開始可能肉色 有一些會顏色變深 那這是比較注意啊 麥拉寧色素在上面 麥拉寧色素 有些人的麥拉寧色素 它如果是常常接觸一些 陽光的照射啦 或者是說有一些 譬如說它洗上溫暖烤箱啦 然後熱 它本身就會分泌那些 黑色素出來 對 就比較深 然後有些人的息肉呢 它會是 不像這樣子是附著在皮膚 它會好像是一個 那個鐘擺一樣的 可以垂下來的 那有些人就用那個什麼 繩子把它綁起來以後 然後把它 可以嗎 可以 有些人用這樣子 不會痛嗎 不會痛 可以用雷射電燒對不對 對 變平為真啊 或者是說那個雷射 就把它燒掉 然後可是你那傷口 也一定要照顧好 要不然那傷口的話 也是會感染 再來往下面到了這裡啦 頸部腋下剛剛有了對不對 但是它還多了一個 是手肘跟膝蓋 這兩個地方 這會是一個什麼 皮膚的反應呢 這會幹嘛 脫皮 如果有肥胖的警訊 公開脫皮 這有辦法連結嗎 對 像剛剛講的黑色素 補塵電會不會 就是比較多皺摺 皺摺 皺摺變多 反而不是公開 會不會變粗 變粗 皮膚粗粗 皮膚會變粗 皮膚粗粗 因為好像循環不好嘛 對啊 會變粗粗的 這個好像聽起來也滿對的 對 好了 所以到底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 黑色雞皮症 雞皮症 看一下 這是像這樣 有沒有 好像帶了一條橡面 對 脖子的地方 它是因為肥胖了以後呢 對 然後這個地方不是有皺摺嗎 它皺摺它因為會一直摩擦 摩擦 然後它有代謝又不好 然後以為剛剛你講的說 好像是腎 一直在乳 它一直摩擦 它黑色素就一直跑進來 對 所以這是黑色脊皮症 黑色素 都是在 類似比如說項鏈帶太久 摩擦摩擦 它也可能會這樣嗎 項鏈帶太久 那個是接觸性皮膚炎 那這個是黑色脊皮症 它是因為肥胖 快要形成了 你那個皺摺 皮膚就一直 色素代謝就不良了 對 所以你如果發現到這種情形 還有在這個 手肘 手肘的地方 腳凹的地方 膝蓋的地方 如果出現這種黑黑的地方 你就要小心了 都是這樣可以摺的這些部位 對 因為它的黑色素代謝不好 那只有肥胖的人會這樣嗎 會有其他的人嗎 對 肥胖的人最會這樣 胖的人真的會有這些 很多 有看過 有看過 路人甲就有了 知道 路人甲 我們常常看到 那個膝蓋後面也會啊 路人甲很多 我們走在路上 胖子 不好意思 借我翻一下 你有黑色脊皮症嗎 男生比較容易 如果你已經炒出來 這個黑色脊皮症的話 跟你的內分 代謝是有問題的 也就是你的 胰島素 它的代謝有問題 就表示你快要肥胖起來 或者是正在肥胖當中 你可能去驗那個 我們叫血糖 飯前的血糖 你會發現它會比正常高 因為像我們有些小朋友 他並不是那個中年發胖的 他正要開始什麼 才開始要長高啊 可是他長高的時候 他的食物呢 也吃了很多 他的那個胃口也很大 媽媽就會說 你看 這隻身體都不洗乾淨啦 我說 就脖子上面一圈 我說不是啊 媽媽這個是表示他 你們家是不是有一些糖尿病的遺症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你太胖的時候 就把這個部分會叫出來 你的胰島素就不夠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開始控制它的時候 你可能澱粉類的東西 不要讓它吃得太多 太胖的時候 就是一個刺激 血糖的控制要做好 對 除了胰島素 吳醫師講的胰島素以外 就是腦下垂體的 那個黑色素刺激 那個分泌的那個地方 它就是會太多 有點類似像 我們懷孕的時候 我們乳因會變黑啊 什麼病變那種感覺 那就是內分泌失調引起來 這樣子 所以你有可能在肥胖之前 就已經內分泌失調了 看到這種黑色的話 你就要提高警覺 不要讓自己胖 比較嚴重的 手指的聽下來 是的 那請問這個脊皮症 它是只有一條線 還是它可能是一片 它是一條線 它都是常常就是在皺褶裡面 它不會一片 它是一條而且會越來越寬 對 它是一條 它會隨著你的皮膚的皺紋 譬如像這樣動動 它皮膚的皺紋這一圈 它會有時候會在這裡 或者是大骨溝 有的會在這個地方也會出現 腰也會啊 有皺褶的地方比較明顯 而且男生那個綁那個 要褲帶的地方 對 也會有 男生腰褲帶不是很容易嗎 因為你這邊會凹下去 就很痠 你那個肉會凹下去 會更加膜 檢查一下 現在嗎 好啦 秀琴 不要 不要 上那個鋪太多粉了啦 擦掉了 沒有啦 我沒有 好 你健身原型 保養得還不錯 骨子的地方通常都是在後勁 比較多 前面比較少 加工 解釋一下 其實我老公有 因為他就是 那個褲頭腰帶呢 就是永遠都是用著皮帶 然後都要弄得很緊 因為就要證明自己很瘦 然後結果一整天下來 這樣持續一年多 我看他都是一圈黑的 我以為他就還在戴著皮帶 結果一看其實他就是那個黑的 就黑黑的一圈對不對 就一看就是我老公 他就看你老公 然後就一看就是 這個要怎麼辦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可以打雷射嗎 我一直覺得很納悶喔 譬如說腰圍明明38腰 對 可是他就一定要穿33腰 33腰然後你看那個褲子喔 他就沒辦法拉到肚子 他就一定在下面 然後這樣子很怪的一個弧度 對啊 很奇怪 而且就會覺得很崩吧 什麼心態啊 就是他會覺得說我現在目前是瘦的 就很緊啊 然後會告訴自己不要吃那麼多 就是你褲子買幾腰 33腰 有沒有 但其實38腰 可是那樣怎麼辦 可以用雷射來 除了減重之外能幹嘛 對 一定是用雷射啊 你是吸酒雷射也好 半導體雷射也好 就是你看到結痂式的 或是不結痂式的雷射 這個東西都是可以去除的掉了 不過最重要還是要把肥胖 還有你的日常生活的飲食習慣 運動這些都要改變 看你這邊是 before after 他經過雷射是不是 他就是雷射 對 雷射過以後 就完全就看不出來 對 完全看不出來了 他可以只治療這個黑色素 那也可以就是 你黑色素治療以外 你的肥胖也把它治療一下 那這樣要花多長的時間 可以變成after呢 大概三個月到六個月 他可能都是一種 身體的新陳代謝變差對不對 所以徐陽老師 吃什麼東西 可以改善我們的新陳代謝 那時候很瘦 然後懷孕 然後胖了二十六嘛 然後就是導致這邊 就是大腿真的長得太快了 然後那時候一直不知道 就一直抓 因為一直覺得說是不是乾燥 妳那個氧是不分日夜嗎 對 就是會 就覺得好像是皮膚太乾了 然後問起來也會粗粗的感覺 對 其實我在抓的時候 那時候我都不覺得 這個是一個徵兆 我媽她只是覺得說 起床 她吃麻油雞 就是只是覺得說 是你皮膚氧是不是 或是過敏了 對 對 都不會去想到說 妳要燙起來了